大家好,这里是三眼美食 食用盐不单单是重要的调味品 还是维持人体机能的重要物质 如果我们长期不吃食盐 就会导致身体无力、虚弱 所以我们每天必须吃适量的食用盐 现在无论是市场还是超市 我们最常见的食盐就是海盐和金盐这两种 这两种盐的区别用途特别大 不知道的不要乱买 看完赶紧叮嘱家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海盐的制作方法和特点 海盐是以海水作为原材料 然后经过纳潮、制卤、绝晶、收盐 这四大工序制作而成 制作过程中完全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 所以海盐也被称为绿色食物 而且海盐的生产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微量元素 一般海盐的价格都比金盐高 这是因为海盐的生产完全靠太阳光晒 生产周期比较长产量低的原因 那海盐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平常我们煮昏菜的时候就比较适合用海盐来调味 因为海盐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烹饪肉食时加少许的海盐 可以瞬间激发肉味 但是海盐也不适合长期使用 因为海盐中含有少许的重金属 长期使用对身体也会有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金盐的制作方法以及特点 金盐是以地下天然卤水 盐盐水为原料 去除杂质后再次结晶吸出的盐 金盐制作过程中要去除杂质 所以里面的大量微量元素也被去除了 导致营养价值要比海盐低很多 但金盐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一些点 这是因为国家为了预防甲中腺疾病的发生特意加进去的 那金盐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我们在买金盐的时候会发现 金盐中还分有低耐盐、加点盐和胃加点盐这三种 那到底买哪一种比较合适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低耐盐比较适合中老年人和患有高血压病患的人群食用 而加点盐就适合大量的中国人食用 因为中国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是比较缺点的 一旦缺点就比较容易患有甲中腺 所以必须吃加点盐 还有就是未加点盐 这种食盐就比较适合水源性高点的地区人群食用 或者是一些沿海地区常吃海鲜的人群 因为海鲜也是含有大量的点元素的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海鲜和金盐的区别和用途 现在大家都明白自己要买什么盐了吗 海鲜适合偶尔食用 而金盐大家要根据自身身体需求来选择 只有正确的食用食盐才能使身体更加的健康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对生活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击收藏起来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